上车饺子下车面 今天早上起来 下的也没什么吃 下的也吃了一碗面 大家好我是小旺 昨天回去的时候都已经 睡觉的时候都凌晨两点多钟了 今天早上十点多钟醒 实在是给我困得不行 早上起来吃碗面 上车饺子下车面吗 看到这久违的阳光 我心里好舒服 昨天昨天在飞机上 人家都说了 说在北海住了两个月 没见过月子 没见过太阳 今天天上太阳真的 舒服好多 我回来的前一天 哈尔滨下了一场大雪 所以说你看这地 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 哎呦 这里还有水呢 哈尔滨的温度 真的是给我冻得够呛 我上身还好 我把那个 我所有的 就是冷的衣服 就是羽绒服啊 卫衣啊 修衣啊 什么的 我全都套在一起了 还行 但是我下半身 很难受 我下半身就 那么两件衣服 所以说我今天 得先回去 回厢房去套点身衣服 好久没有摸到血 去年的冬天的时候就不在哈尔比 今年有幸能摸到血 找我地方坐 找阳光地边晒一会 我这一年多没回来 这车呀也都变了 最开始我记得这个车是一块钱 现在换了个新车 变成两块钱 变装成功 我刚才去换了套衣服 那套衣服穿起来实在太冷 你看这套衣服呢 就是比较厚一些 就能不是那么冷一些 我打算现在要去修手机 这手机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脚 之前被火加哈皮狠狠地啃了一口 那手机就碎了 到现在也不咋好使用 突然间想起来要把这个手机修一下 其实这个手机坏 也坏了好长时间 始终当时没想着修 我最近不是要直播吗 有些有个手机 不能那个与外界联系比较方便一些 所以我打算去把这个手机修 还不知道多少钱 我就把它打算给修了 因为那手机本身也没有多贵 不想说花太多的钱 咱有去问我看能多少钱吧 要是便宜的话就给它修了 赚了一六十三招啊 这手机也没换成 他朋友要二百四 我先拉倒吧 我这手机现在卖 我都不一定能卖得上二百四 再贴二百四换个停 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了 实在不行拉倒 反正也不是说特别着急用它 还是算了吧 走吧回家吧 现在都已经四点钟了 我今天本来出来的就晚 回家了 现在咱哈尔滨是怎么的 哪儿都不冷 动手 我上身穿的 穿的挺多的 我下身也挺多的 就是现在挺动手的 我这个裤子穿的还真的不多 我上半身都不冷 我主要是下半身也冷 尤其是换了一双鞋 我把家里的那双棉鞋都穿 但是裤子还是冷 康刀甲 我先把衣卧什么脱了 一会再过来 这外面 太冷了 我这个 好在我有一个这样大的羽绒服 就不至于特别特别冷 下午四点钟不到五点吧 就快擦盒了 现在是啥时候啊 现在是五点刚过几分吧 五点钟天就完全黑了 今天早上 我看了一眼那个手机的消息 我看咱们从哈尔滨飞到海口的飞机上面 有一诊有一个确诊病例 我其实有一些担心 但是担心呢 没办法 已经来到哈尔滨了 咱们就只能随约日案了 在手机上说是咱们哈尔滨有 呃有些小区是封了 就是单元门封了 但具体是什么情况 哎呀 我也不太清楚 我不知道这一次我回家 能不能顺利的 把这个驾驶证拿到手 我这趟回来 之前跟大家说过 就有两个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是 呃 考这个驾驶证 其实我这个驾驶证啊 说来就话长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一点啊 我这个驾驶证考的 那可真是什么叫做一波三折 真的是考的一波三折 本身呢 去年的时候呢 这个证就应该拿到手 但是呢 因为有疫情 反反复复反复复的 始终这个驾驶就没有开 开一会儿 关一会儿 开一会儿 所以说我这驾驶证啊 就是跌跌荡荡 起起伏伏的 拿这个证啊 实在是太费劲了 不知道这一次啊 我会不会又是像前前两次一样 牵着之间 反正我现在我的心里吧 说句实在话 还是挺忐忑的 就连我的驾校教练都跟我说 说最近这段时间尽量哪也别去 因为哈尔滨这段时间密接也挺多的 说怕我去到哪个商场 可能会有密接什么的 让我这段时间哪也别去 听完这句话 我也是在家老老实实待着吧 还是 其实呢这几天我的心情啊 就像是那个海水一样 跌宕起伏的 生怕再有如果说疫情的话 驾驶证 就又拿不下来了 我的计划是 本身是想在哈尔滨待个二十多天 不到三十天的时间 把这个驾驶证拿到手 因为我就剩两个科目了嘛 所以说很快的 两三二三十天 把这个驾驶证拿到手以后呢 我们就会去山东 接着给大家去拍视频 但是呢 如果说这里面出现什么小插曲 或者小意外的话 那我去山东的时间可能就会延误 我也不希望延误 所以说我的心情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忐忑 唉 希望但愿是不要再有疫情了吧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呢 到底就结束了 如果说喜欢的朋友呢 就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